人的运气是在不断变化的 而人的命运就随着运气的变化而起起落落 有时候遇到好的运气 人自然就可以赚很多钱 瞬间成为有钱人 过上令人们无比羡慕的生活 但是也有的人运气不是太好 总是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麻烦和挫折 很难成为有钱人 No.5生肖麻鼠马的人 进入十月中下旬极恶功德岁架极星庇佑 因此好运 有望摆脱早前一段时间 正才财运欠佳的状况 届时身边机遇逐渐出现 横财不请自来 出外总是能遇到很多贵人 另外对于有些生肖麻的朋友来说 虽然目前工作上多有挫折 但是通过不断寻找方法且调整心态 随着眼界提升和人脉开拓 下半年事业会如日中天长胜不衰 No.4生肖兔 生肖鼠兔的朋友 头脑聪明灵活 他们善于发现生活中存在的各种赚钱的机会 并且善于利用自己发现的机会来赚很多钱 在上半年他们的运气已经是相当好了 收获了大量的财富 到了下半年生肖鼠兔的朋友运气开始实现大爆发 很容易在投资理财中赢得更多的金钱 No.3生肖羊 生肖鼠羊的朋友 生性柔和 对人特别的好 他们有着一颗善良的心 因此在人生的道路上 他们总会遇到各种贵人相助 这些贵人将会成为他们下半年强大的推动器 帮助他们再下半年赚更多的财富 No.2生肖猪 生肖猪的朋友性格比较乐观 总是把自己想得很坚强 10月16号起命宫的席子吉星照耀 届时好运加持有望撞上大运 存款翻几番 如果能接住好运 万事定能逢凶化吉 此外属猪的人 未来四个月能嗅到各种各样赚钱的好机会 同时要注意的是 要少熬夜 这样对自己的健康没好处 相信有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 经过这些努力 下半年生活迈入新台阶 No.1生肖狗 生肖狗的人为人直率 反应迅速 脑袋转得比谁都快 他们生来属向五行土相助 尤其是七十八十二九十四年生的属狗人 进入下半年 月之五行火旺构成火生土之局 到时候运势攀升 买房买车存款多 倘若接住好运 定能身体健康 此外对于少数属狗的他们来说 下半年在工作中总是会得到很好的机会 同时要注意的是 遇到问题 别总抱怨 要想办法解决 相信心情的耕耘是收获之本 经过不断奋斗 未来功成名就故而得众人高捧